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厌解如来真实义 厌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掌 我们讲到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前面所讲的是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妙用 他慈悲众生 所以呢就解七难 用七个例子 来表达观世音菩萨如何的 救度众生 我们处理苦难 比方说火灾啦 风灾啦 水灾啦 之类的 七个例子 那么另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 人的这个习气 自无始结以来的这个无明 让我们陷入了这个生死轮回 无法解脱 这个生死轮回的原因是来自于 淫怒痴 淫欲 称慧 以及这个愚痴 那么这三个东西 因为无始结来 追随着我们的这些习气 追随着我们 让我们很难摆脱这些业障 观世音菩萨给我们一个异行道啊 也是很容易去执行的 就是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呢 我们能够离开 淫怒痴 不是那么样的困难 经过 比方说 你 不敬观啊 因缘观啊 这个 种种的方法 种种的修行 那不知道修到何年何月 非常困难 非常 需要长时间 而且非常 精进勇猛 才能够脱离这个淫怒痴 但观世音菩萨 只要送词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就能够摆脱淫欲 摆脱称慧 以及愚痴 所以 这一个方法呢 不能够 就是 稍忘的 这是一个很容易执行的方法 就像 释迦牟尼佛 告诉我们 念 南无阿弥陀佛 能够往生净土 那往生净土之后 你再去修行 再去 这个 这个 达到这个 无常正等证卷 那就比较容易了 那也是 一行道 成为一行道 那么另外呢 观世音菩萨也能够 满足我们的愿望 很多这个 家庭呢 希望生儿育女嘛 这就是 一般的 这个人啊 在世界上 就是希望生儿育女 那愿意生男的 或者愿意生女的 求观世音菩萨 都能够达成自己的愿望 这就是前面讲观世音菩萨 如何的慈悲 能够让你 这个离开当下的苦难 也能够让你 离开这个 这个无名所产生的 很难摆脱的 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本 叫淫路痴 那同时呢 也就是 能够满足你的愿望 生儿育女啊 或者有人求富贵得富贵 求长寿得长寿 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 慈悲 我们知道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可不比一般 大慈大悲 慈就是娱乐啊 给你快乐 悲呢 就拔苦 就是 让你从痛苦中间呢 能够提升出来 不再受痛苦的折磨 那么 大慈大悲呢 这不一样 大慈 所谓大慈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我跟你 你是陌生人吧 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也没有血缘关系 也认识不久 陌生人 但是呢 无缘 没有一个缘分 但是呢 大慈 我愿意给你快乐 同体大悲呢 就是 每个人有自己的身体啊 每个人有自己的身体 每个人的这个感受都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同体大悲 你接受了什么苦难 我就感同身受 你的苦 我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苦 这个叫做 同体大悲 好像同一个身体一样 你受苦 我就感觉到了 这个叫 大慈大悲 观世音笔哒就是 大慈大悲 假设你没有这个 大慈大悲的这个精神 跟观世音笔哒很难有感应 因为观世音笔哒它就是 以大慈大悲 作为它的一个愿力 作为它的一个中心思想 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 你要跟地藏王菩萨学习 你就要学习它的精神 就是 众生度尽啊 方正菩提啊 地狱不空啊 事不成佛 那地藏王菩萨那个大悦 为什么 地藏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要那么样的赞叹 一而再而上 就是这种精神很难有啊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你说众生可能度尽吗 整天都在造业 地狱不空 地狱能空吗 地狱不空 地藏王菩萨永远不成佛 释迦牟尼佛说 刚刚度尽了 地藏王菩萨又立新的寺院 又为另外一批造业的众生 希望能够救度他们脱离这个地狱 不断的 不断的发愿 所以地藏王菩萨要成佛 也是很困难的 这是一个 那我们 就是讲到观世音菩萨就是大慈大悲 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 你必须要有这个 慈悲的精神 你才能够赶到观世音菩萨 你去赶 观世音菩萨应 因为没有慈悲 你再怎么念观世音菩萨 这个都像流水落花 没有太大的力量 你就是平时对众生要 有这个慈悲 要有这个关爱 要有这个关怀 似同自己一样 同体大悲 就是为什么 有的人念观世音菩萨有用 有的人念观世音菩萨没用 就是因为跟观世音菩萨的这个频率 能够互相共振共鸣 好 我们下面呢 就讲到说 这个上一次讲到说 观世音菩萨的三四二应生 应以合生得度者 極限合生 而未说法 这个三四二应生 就是表示说 观世音菩萨它是观基兜教的 看这个人 他的根 根基是怎么样 他的智慧是怎么样 他的立场是怎么样 他的身份是怎么样 就用 这一个人的 智慧 这个根基 以及立场 身份 来为他说法 所以上次说 假设说有一个国度 有一个人 或者有一类的众生 他们快要成佛了 或者他们是 从大圣佛门进入修行佛法的 那么观世音菩萨一看 他快要成熟了 那要度他 观世音菩萨就现一个佛的样子 现一个佛的相貌 来度这个将要成佛的人 快要成佛的人 那观世音菩萨献这个佛身 而为他说法 让他能够早一点得度 那你说观世音菩萨他又不是佛 他献佛身来说法 可以吗 但是我们讲过 观世音菩萨本来就是佛 他是古佛 他很早就成佛了 正法名如来 正法名如来 往昔 观世音菩萨成佛 叫正法名如来 所以观世音菩萨成佛了 他现在是道驾持航 道驾持航 就是把他的船回个头来 他现在要 以菩萨的身份 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 所以观世音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虽然是佛 但是呢 他以一个菩萨的身份 来显现 所以叫做内密诸佛恨 外献菩萨身 他献菩萨的样子 观世音菩萨的样子 因菩萨产生 佛是不带因菩萨的 佛的身上没有珍珠宝 宝贝的这个样子 所以 上一次我不记得看 是映光大师还是哪一位大师 他写说 画佛像 不要画珍珠 什么因菩萨这些东西 菩萨可以 菩萨任你画 好了 说应当你佛生得度呢 观世音菩萨就劝佛生为他说法 那 假设是 上次我们也讲过 辟之佛 辟之佛的意思是 圆绝 他假设有佛出世 他也能成道 没有佛出世 他也能成道 这一类的圣人啊 这一类的圣人 他假设有佛出世呢 他就依着十二因缘修 十二因缘 就无明缘行 行缘事 事缘名色 名色缘六入 六入缘粗 粗缘寿 寿缘爱 爱缘取 取缘友 友缘生缘老死 这十二因缘 一个还之后 到老死之后 又到无明 所以你去看 那老人快要 就行将就木 年纪很大了 一百多岁了 我不讲 八九十岁了 一百多岁了 年纪很大了 那你去看他的那个行为 就像贝比一样 他整个人卷起来 睡觉的时候 就像这个婴儿一样 那所以这个就是又回到无明 慢慢最后他往生之后 到中阴身最后又变成一个无明 无明再到世 那无明是怎么产生的呢 无明就是无死结以前 一念不绝 产生的无明 无明就没有光明嘛 突然之间就暗淡下来 哪里暗淡下来我们的心啊 其实给大家分一下 所谓的心就是我们指的是真心 真心就是心 然后有污染的心呢 我们就叫做是 知识的是 没有污染的心 清净的心呢 就叫心 就清净的心 最清净的心就是如来 如来藏 如来藏啊 如果说有污染的心呢 这个叫是 什么是 阿奈耶是 这里分一下 大家知道 其实心就是 是就是心 但是一个是有污染的 一个是无污染的 所谓转世成治 就是你将这个不干净的 有污染的 这个阿奈耶是 转为这如来藏 清净的心 是这个意思啊 这都是基本的 佛教的一个 佛法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讲到这个 圆觉 它就是依这个十二因缘来修 无明 神一念不绝 就叫无明 就没有智慧了 智慧就是光明嘛 无明就是没有光明 没有智慧 那愚痴了 愚痴就堕落了 就颠倒了 那无明言行呢 行就是 其实就是第七世 是 这 莫那是 就是 好像 你看不见它在那边流转 那么 行之后 行 无明言行 行 是 就 由于这个 业力的运转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 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就能够藏东西了 所谓的 巴士田 什么东西 它就收进去了 这个是 四元明色 其实是讲这个 一个受胎的过程 婴儿在 这个胎儿在母体里面 无明言行 行言是 四元明色 明色就是什么呢 明色就是初步的 这个 一个人的 或者一个众生的 身陷世界 明就是什么呢 明就是指这个心啊 色呢 就是指这个身体 所以身心世界 叫明色 明色圆六入 再过来之后呢 这个身心世界变大了之后呢 就产生一个所谓的六入 眼耳鼻色生意 为什么叫入呢 因为假设这个婴儿出生之后 它就能够接受 环境里面的各种 这个 这个资讯啊 就色生相位出发 它就可以接纳过来 所以叫六入 这六个洞 把外面资讯引进来 六入之后呢 就圆这个出 六根根六成 彼此之间 有这个接触了 出圆受 一接触之后 就能够有感受 受圆爱 慢慢就产生一个 欢喜啊 也包括了一个厌恶 相反的也有嘛 那 爱圆去 爱上之后呢 就想占有 这就是贪嘛 贪心 不然为什么会有人 人类就是因为贪而来的 然后再过来就 爱之后就有 取之后就有了 有了之后呢 就产生下一期的生 生命 以及老死 老死之后呢 又一个巡回 就不断的 这十二因缘在那转动 这个叫圆绝 为什么叫圆绝 是因为这个十二因缘 有因有缘 这个叫做流转门呢 假设说 因为我们现在不讲这一个 假设说 从另外一个反过来的话 就叫做 环灭门 环灭门就是 把这个秩序 反过来 那就没有生死了 要断生死 其实 这个十二因缘 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它一个扣一个 这个无名扣 行行员 行又扣 事又扣 这个名声 一个一个扣的 十二扣这样 扣得紧紧的 就是你在哪一个地方一断 十二因缘一断 那生死就断了 那有人以为说 这无名 可以从无名断 无名很难断 就是我以前看 有一位法师写的就是 他说 像有处 有处 不要受 你就断了 有接触啊 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色声音 有接触到外界的 这个境界相 这色身相位处法 有处啊 有接触啊 但是不受 出而不受 或者 爱而不娶 那就又比较难一点了 已经爱上了之后呢 就想占有了 慢慢 但是出的那个当下 你还不要产生这个 这个接受的那个心态 就把这里断下 不容易啊 这都是修行啊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是原觉 从四二因缘来觉悟 另外呢 还有一种 没有佛出世的时候 谁跟你讲 讲法 谁跟你讲四二因缘啊 那这一种的圣人就叫他 叫独爵 那现在叫独爵呢 他说春看百花开 秋冠黄叶落 就看着这个世间一切的现象 都是无常的 没有一个东西是能够长久的 当下生灭 插挪插挪生灭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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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呢 这一种的圣人呢 他叫独爵 他就是 感觉到这个一切 事物的无常的一个现象 然后 他就开悟了 就能够悟得一切法都是 陈处坏空啊 一切众生都是 生老病死啊 所以他就 从这里开悟 叫独爵 没有经过这个十二因缘 没有说 从这个佛陀的教化上面 来 得到一个解悟 这个是 叫做辟之佛 所以辟之佛也可以 翻译成 圆诀 也可以翻译成 独爵 就看 有佛 还是没有佛 在世 那跟着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看这个 观世音不少 以另外一种身份来度化众生 那就是生文 因以生文生得度者 即现生文生而为说法 什么叫生文呢 就是由这个佛的声音 听闻佛的声音而悟道的 那这一类的圣人 就是称为阿罗汉 成就的叫做阿罗汉 那么它有四种果位 从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四果就是阿罗汉 所以叫虚头还 初果 斯陀汉 二果 阿罗汉 三果 阿罗汉 四果 四果圣人就不受后友 不受生死轮回了 那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成为阿罗汉的 基本条件 就是断淫欲 没有淫欲了 这个就是四果 阿罗汉 那么这个生文人 从佛的声音而能够悟道 那么观世音菩萨呢 就以现一个生文人的身 来为这个 将成为生文的这个人说法 做佛法 那么身文人是听佛的什么法 而开悟的呢 主要我们可以从路也愿 源自于路也愿 三转法轮呢 释迦牟尼佛为五必求 三转法轮 那么第一次转法轮呢 就是讲什么叫做苦即灭道 是圣地 是圣地 佛讲是圣地 在路也愿 为五必求 乔成如他们无畏 开始第一次讲呢 就是解释什么叫做是圣地 那佛当时就说 此事苦逼迫性 此事急遭感性 此事灭可正性 此事道可修性 这是第一次佛讲哦 就解释给你听 什么叫苦即灭道 那苦当然大家都 我们这里不详细讲就是有三苦八苦 三苦就是苦苦辛苦坏苦 那八苦呢 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愿真会苦 求不得苦 五云至胜苦 爱别离就是 比方说亲人别离 生老 生离死别 这个叫爱别离苦 或者是愿真会苦呢 就你明明不喜欢的人 他偏偏跟你常常遇到一起 那也是奇怪啊 他常常就遇到了 这个叫愿真会 你不喜欢 他偏偏跟你遇在一起 还求不得 你喜欢的东西 你就得不到 这是求不得苦 那五云至胜苦呢 或者五云至胜苦呢 五云就是色受想行事 其实就是身心世界 身心世界所受的 这五云色受想行事 这五样东西 可以代表一个众生的身心世界 五云至胜呢 就是身跟心啊 好像被火烧起来一样 疼疼烈焰啊 让你不得安宁 其他的苦还是单独的苦 只有这个五云至胜呢 就是你不知道你哪里难受 反正就是身也难受 心也难受 心也难受 精神也难受 肉体也难受 那五云至胜苦 这个只是苦逼迫性 这个苦是逼迫我们的 然后苦从哪里来呢 是疾来的 疾就是招感性 招感性就是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而且这苦啊 慢慢由于一些因缘呢 具备之后呢 就产生了这一个苦 此事灭可真性 这灭呢 就是极灭 这极灭就是一种 这个 修成圣果的一种快乐 一个妙果 就是极灭 极灭有一种快乐的 所以极灭之乐嘛 极灭是快乐的 那么这个极灭呢 是可以责得的 最后是 由于你的修行 可以责得这个极灭 此事道可修行 那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极灭的妙果呢 要经过修行 所以这是道 经过一个道 道呢就是 佛所讲的法 怎么样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 你就可以 从这个道而进入 而能够呢 修得涅槃的一个妙果 这叫做第一次的转法轮 第二次的转法轮呢 就劝 这些僧文人 释迦牟尼佛 劝他的弟子 要修 这四圣地 所以佛怎么说呢 此事苦 乳因之 此事急 乳因断 此事灭 乳因正 此事道 乳因修 佛的意思是说 不单单是 我知道这个道理啊 你也应该知道 这是苦 这是急 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苦 变成一个烦恼 影响到你的生死轮回 所以佛就说 这是 召感性的急 你应该把它断掉 此事灭 乳因正 你应该正得这个涅槃 此事道 乳因修 不是我知道 你们也应该知道 不是我来修 你们也应该修 第三次呢 佛就 把自己的亲身经验 来告知他的弟子 所以说 此事苦 我已知 此事急 我已断 此事灭 我已正 此事道 我已修 我知道了 我已经离开苦了 我已经断了急了 我不再烦恼了 我已经进入涅槃了 我已经由这个修正 由这个修行而正得佛果了 我既然可以这样 那你们也可以这样 就是佛 以自己的亲身经验 来告知他的弟子 应该这样子呢 来 正取涅槃 正取菩提 那这五个毕丘一听到佛讲呢 就开悟了 这是 依存着佛的声音而悟道的 所以叫声文 声文 那观世音菩萨 就知道那些人将要成为声文了 将要正得阿罗汉了 所以就为这些人呢 献一个声文的样子 来为他说法 让他早一点能够成为罗汉 早一点脱离生死 下面就是 应以饭丸生得度者 即限饭丸生而为说法 饭丸呢 饭是亲近的意思 饭丸是指大饭天王啊 他在天上很自在的 观世音菩萨呢 也可以献一个大饭天王的样子 为这个 将要成为大饭天王的 为大饭天王来说法 观世音菩萨可以献一个 大饭天王跟大饭天王来说法 下面呢 应以第四生得度者 即限第四生而为说法 第四呢 就是 第四天王 他在刀立天 他在刀立天 他的名字叫 尸体环音 尸体环音 那 《楞严经》里面不是有一句叫做 南无音陀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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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音陀罗耶就是 第四天 就是第四天的意思 这个天王呢 就在刀立天呢 我们看《地藏经》呢 这个 为这个地四天王 或者十地环音呢 来说法 那么下面呢 又提到了 观世音菩萨可以 因以自在天生得度者即限 自在天生而为说法 因以大自在天生得度者即限 大自在天生而为说法 那么自在天跟大自在天都是邪魔外道的 他们也有很多本领啊 也有很多神通啊 所以不要以为说 这个 外道就没有神通 外道也有神通啊 所以 但是这些天魔外道呢 他们也有这个神通呢 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就供高我慢 伴佛伴法伴生 所以就有很大的这个 这个业力 那么自在天生呢 也许是色究尽天 这个大自在天生呢 也许是摩西首罗天啊 我不确定 但是有可能 就是天魔外道呢 自在天跟大自在天生 他们呢 观世音菩萨看到这些众生 因缘成熟 也一样呢 为他们说法 希望把他们引导到佛法里面来 还有 因以天大将军生得度者 即献天大将军生而为所法 天大将军 就是在天上做大将军 因为我们知道天界也有很多城啊 每一个天界也有很多的将军啊 也有王 那天王 当然也有将军 这些将军呢 就是所谓的天神 他们也需要佛法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也会 教导他们佛法 让他们 依着佛法来修行 下面是 因以 毗沙门生得度者 即献毗沙门生而为所法 毗沙门是谁呢 毗沙门是 四大天王之一 最大的那一位 北方的 北方的天王 叫多文天王 多文天王 多文天王的名字 就叫毗沙门 那观世音菩萨呢 知道 知道这个 这个多文天王 他需要佛法来度化 也会现一个 这个多文天王的样子 来为他说法 这些都是 就是有成圣国啊 或者是天神 下面呢 就是人呢 一般的众生 因小王生得度者 即献小王生而为所法 那么小王呢 是同理一个国家的王呢 如果 他需要 这个佛法的话呢 观世音菩萨 也是现一个小王的样子 来为他说法 因长者生得度者 即献长者生而为所法 怎么是长者呢 长者就是 他各方面的成就 都比一般的人呢 要 超越的 比方说 他年高得少啦 有道德有名望啦 他的 上层的人喜欢他啦 下面的人也恭敬他啦 这个叫长者 有道德有智慧 或者是 家境很富贵 也愿意帮助别人的 有种种的德恨 这种叫大富长者 在法华经里面 我们看到前面 好几位大富长者 比方金刚经里面讲的 徐达多长者 徐达多就是 己孤独长者 己孤独长者 喜欢帮忙别人的 这个都是一个长者 那么 因以居士生得度者 即现居士生而为说法 因以长者生得度者呢 观世音笔沙就现 长者生为他说法 因以居士生得度者呢 就现居士生而为说法 所谓居士呢 我们可以说是 居家之士 但是一般来讲 现在我们的解释都是 就是 行五戒 守十善 受持五戒十善的 就叫做居士 五戒 就是戒这个 杀道迎望久 十善呢 就是十恶的法面 十恶呢 就是生三 口四 一杀嘛 生三就是杀 道迎 这三个 身体所犯的这个恶 一杀呢 就是贪嗔痴 就是意识 就是意识里面的三个大的恶 叫贪嗔痴 另外口四种 嘴巴 可以有四种恶 这四种恶呢 很容易观察出来 你说意识 有的时候看不出来 身体所犯的罪呢 马上就会被抓去监狱了 或者是执行王法了 那口识呢 就是其语 妄言 恶口 两舌 其语呢 就是讲出来的话 不震荡 不震惊 邪里邪气的 那么妄言呢 就是打妄语 就讲假话 恶口呢 就骂人造口业 两舌呢 就挑不离间 长舌妇啊 所谓长舌 那 所以 居士方面呢 要守五戒 跟奉行十善 下面就是 观世音笔梢 见到宰官 就是当官的人 可以用宰官身份来得度的 观世音笔梢 也限一个宰官的身份 来为他说法 所以叫 因以宰官身得度者 即限宰官身而为说法 因以婆罗门身得度者 即限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婆罗门就是 印度的 印度教 过去叫婆罗门教 这种教呢 他们主要是 婆罗门也是 行这个 凡横 就是清净 清净行 清净行 那也是一种外道 那么 婆罗门 假设说 他们的根基成熟 观世音笔梢 也会限婆罗门的身份 来为他说法 把他引导到佛法中间来 就是现在的印度教嘛 那因以 毕丘 毕丘 幽婆舍 幽婆怡身得度者 即限毕丘 毕丘 幽婆舍 幽婆怡身而为说法 这毕丘 毕丘 幽婆舍 幽婆怡呢 就佛法中间的四种 四种弟子 所谓四种弟子 就出家的二种 毕丘 毕丘 再加的二种 就是幽婆舍 幽婆怡 这四种都是佛的弟子 那两种是出家 两种是没有出家的 那么所谓的毕丘呢 它有三个意义 我们都讲过 第一个是启示 第二个是不磨 第三个是破恶 启示呢 叫善启法与诸佛 佛 向上面呢 就向佛去 起什么呢 起法 起佛法 来让他的 这个 法身会命 能够增长 向下呢 就启示于众生 以前的毕丘啊 都要去脱博嘛 到了中国才不脱博了 因为当时的人啊 没有这种观念 说要供养出家人 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 毕丘就跑到山上去啊 山 天下 宁山 深属多啊 到山上去修行 到山上去修行 更没得吃啊 我到过那个青岛的劳山 那劳山 有一个洞 洞里面听说 汉山大师在里面 两年多 那我就想说 他吃什么啊 因为那个 那个洞啊 他还有一些 好像 墙上 可以用脚啊 去爬的 还要爬一些 爬一些阶梯 才能够到那个洞里面 那 汉山大师吃什么呢 那劳山 很空旷啊 也 没有什么 清脆的 植物 所以他吃什么呢 后来大概我想 也许也是天人供养吧 像道宣律师一样 也许是天人供养 那洞里面还有一个 上面还有一个大洞 像是天呢 看得到天的 那叫做 纳罗岩 纳罗岩洞 以前有个神仙呢 他成神仙的时候 他冲出去 那里就破了一个洞 有这么一说 那么 这个 上起 法于诸佛 来维持他的法生会面 下起时于众生 来维持他的射身 跟肉体的生命 这个是启示 不磨呢 就当一个人出家的时候呢 磨就害怕了 因为他磨子磨孙磨卷 又少一个啊 所以磨功就会震动 第三个叫破恶 就是破除一切的烦恶 就必求必求你啊 佛的这个出家地址呢 是要把一切的恶 本身的恶 要把它去除了 尤其是贪生吃 所以也叫沙门嘛 秦修戒定会 媳灭贪生吃 那么在家的两种地址呢 一个叫优婆舍 就是近世男 优婆怡叫近世女 就是清静三宝的 拜佛文法 听经的 观世音普采 见到这些众生呢 也献 这碧丘 碧丘尼 幽婆舍 幽婆怡的 这形象呢 来度化这些众生 因以长者居士 宰观婆罗门 妇女生得度者 即献妇女生而为说法 那这里呢 大概都是指这个 女生的 女士的 长者 女长者也有啊 女居士啊 女宰观啊 女宰观啊 还有这个 女的婆罗门啊 妇女啊 如果她们也 应该以这些身份 来得度呢 也显现出 这些妇女 就是长者居士 宰观婆罗门妇女生 来为她们说法 因以同男同女生得度者 即献同男同女生而为说法 同男同女呢 不一定是指小孩子 不是指小孩子 通常是指 没有跟异性接触过的 这个叫做同男同女 所以 即使是出家的 但是她结过婚的 这个也不叫同男同女了 但 没有 没有出家的 但是她 也没有跟异性接触过 这个也叫做同男同女 所以是用这个来鉴定的 那么一般来讲说 这个同男同女修行比较容易 修行比这个 一般的人来得快 后面还有 你以天龙夜叉 前大婆 阿修罗 迦洛罗 锦拿罗 摩侯罗前 人非人等生得度者 集结限制而未说法 那么 这里提到天龙八部了 天龙八部我们前面也讲过 一个是天 天就是天界各天的众生 各天的人类或者友情 天 龙呢 龙也有很多种 有天上的龙 有海里的龙 有手杖的龙 什么叫手杖的龙 手宝杖的龙 龙有很多种 那 在唐朝的时候 六祖就降服过一条龙 在南华市 有一条龙 它原来就是 禅潭的那个基地 本来是一个池子 那个是独龙堂 独龙堂 里面就有一条独龙 那么这条独龙呢 常常令到出家人生病 喝了那个水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 六祖 惠人大师 就来到这个独龙堂 那独龙就要显本事给六祖看 就献出一个很大的龙身 很大 把整个那个堂呢 独龙堂呢 就把它占满了 有一某地的独龙堂 都把它占满了 就显本事给六祖看 六祖呢 就一看 你这个本事不大呀 你要能够变小 我就相信你的本事 那这个龙就说说说就变小了 一变 变到一尺 在那龙堂里面呢 游来游去 六祖说 你这个本事还不够大 你要能够跳到我这个波里面来 你这个本事又大了 那独龙就一跳 那小龙嘛 就跳到六祖的波里面来 六祖这个时候就把波一盖住了 但你现在可出不来了 那这个龙呢 就很着急啊 就一直在挣扎也出不来 那六祖就说 算了吧 那其实呢 你也是修行的 但是因为你不守戒律 你的称恨心太重了 所以变成这个禽兽的身体 你要是现在能够悔过 那马上就可以脱离这个龙的身体 那么这个龙呢 就听了六祖的话 马上就离开这个肉身 离开这个龙身 这个龙的身体就变成一具尸体了 那这个龙呢 他也就解脱了 那听说这一个龙的尸体呢 在兰花市还保存了很久 后来因为经过很多的战争呢 就不见了 有这么一回事 好 我们一起回向 请大家合掌 文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诚意诸有情 速往无量光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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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哨 一切菩萨摩合上 摩合般若波罗蜜 摩合般若波罗蜜 无上圣身为妙法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着 另外我们再讲一个龙的故事 这个唐朝 唐太宗 唐太宗蛮江湖的 交很多朋友 都结为兄弟 拜靶子 结为兄弟 但是有一位是他的宰相 有一位是宰相 那不是那些打江山的那些兄弟 就是魏征啊 唐太宗 什么话都要听魏征的 魏征也 不令把自己所有的建议 都给皇帝说 皇帝也不会怪他 魏征很敢说话 那有一天晚上 这唐太宗就做了一个梦 说这个油条龙啊 就跟唐太宗说 你赶快要救我 唐太宗说怎么救呢 他说你的宰相啊 魏征在明天中午十二点钟 要杀我 要杀我 我犯了一个天条 这个 这个玉帝啊 要找这个魏征啊 你的宰相 来执行这个 杀我的一个命令 那唐太宗说 那唐太宗说 既然是魏征要杀你 那我把魏征给 留在身边就好了 不让他出去 那个白龙就说 他你无论如何要救我 他说好 没问题 于是乎第二天呢 唐太宗就把这个魏征啊 拉了宫里来 跟他下棋 一下棋呢 慢慢这个魏征就 又给他喝酒 慢慢这个魏征就 中午了嘛 就累了 但是慢慢就睡着了 唐太宗心里想 这下没问题了 你就睡觉了 睡觉还能够出去 杀白龙吗 不可能 那就让你睡吧 我也就在这边守着你 等到过了一段时间 那魏征就醒了 一醒了之后 浑身大汗 唐太宗说 你怎么这么热啊 我刚刚啊 执行到命令 在梦里面 杀了一条龙 而唐太宗这一下 着急了 怎么办呢 那当天晚上 小白龙的那个鬼魂 就要来找唐太宗 你明明说不要杀我的 明明说可以把魏征给留住的 怎么又把我杀掉呢 那唐太宗就说 那天天晚上那个魂魄 就来闹这个皇帝 那皇帝 那皇帝也不声其扰啊 就找了他的那个军 过去的军师啊 过去的军师 也是应该 也是大官呢 徐茂公 过去唐太宗打江山的时候 徐茂公是军师嘛 就问徐茂公说 现在怎么办呢 每天晚上我都 我都睡不好觉啊 这龙都会来找我麻烦呢 那徐茂公说有办法 他怕两个人 怕两个什么人呢 就是跟唐太宗一起打江山的 一个是秦苏宝 秦琼啊 另外一个就是魏池公 魏池静德啊 那个黑脸 一个白脸一个黑脸 秦苏宝大家知道吧 秦苏宝就是秦琼卖马的那个 以前穷到那个样子 这两个 哎 龙害怕 所以就晚上呢 就叫他们两个 秦苏宝拿的是金简啊 那他们这两个将军啊 守着皇帝的寝室 那这个龙就不敢来了 那龙就不敢来 龙的魂魄 可是天天晚上要这两个将军 站岗啊 这两个将军也累了 那不行 说我们要睡觉啊 那怎么办呢 就找那个画匠啊 画了两个 一个魏池静德 一个就是秦苏宝 把魏池公跟这个秦苏宝的像呢 就画了两个 一遍一个 所以后来就变成了门神嘛 变门神 那然后这个龙啊 那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不论说皇帝就是拍拍屁股啊 把事情弄好了就算了 只要不是骚扰的我就算了 那唐太宗也不够意思嘛 所以唐太宗呢 他就说要超度这个龙 要做最好的事情呢 让这个龙啊 能够就是超度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找了这个玄壮大师 去印度取金 取了金呢 他就可以度化这个龙 是有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就是 《隋唐演义》里面 应该也有 这个 有很多这个精彩的故事 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这些书 那然后呢 龙有天上的龙 有地上的龙 也有那个 这个 手杖的龙 就是有的人 有的人把那个 宝杖藏起来 那龙呢 就会去看守那个宝杖 所以龙也是蛮贪的 龙也有贪欲 那么另外呢就是 天龙夜叉 夜叉我们说也叫做药叉嘛 那么药叉呢就是 急急鬼 它跑得很快 劫急鬼 劫运的劫 劫急鬼 那还有钱导婆 我们说过是玉帝的月神 它也叫香神 把一个香 给燃起来 那这个钱导婆就来了 那就给玉帝奏月 阿修罗 阿修罗的 是梵文 翻成中文呢 叫无酒 没有酒喝 也无端正 它长得很丑陋 但是我们说 女的阿修罗很好看 所以玉帝就把它招为这个妃子 阿修罗的个性呢就是 好勇 好勇斗狠 就非常的 这个 嗔恨性很强 所以哪一道都有阿修罗 那是阿修罗 牛为什么有两只脚 它也是阿修罗 鸡啊 两只公鸡 为什么会斗 那也是阿修罗 蟹蟀也会斗 那也是阿修罗 所以哪一道都有阿修罗 我们随便去看 都有阿修罗 那还有夹罗罗呢 夹罗罗叫大鹏金翅鸟 大鹏金翅鸟很大 它是一伸开它的这个翅膀 有三百幽群 我们说过一个幽群呢 是差不多有 四十啊 六十里的 是一个邮政的单位 邮站与邮站之间的单位 有多少里 四十里啊 六十里啊 八十里啊 一个人都预讯 都有 就是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这个 大鹏金翅鸟呢 就是这个迦洛罗呢 专门吃龙的 你天上的龙 有天上的迦洛罗来吃 海里面的龙 又要海里面的迦洛罗 有不同的龙 就有不同的迦洛罗 那么龙王就说 加勒罗基夫要把我们的这个龙种 都要吃光了 就去求佛 求释迦牟尼佛说 怎么来救他们的这个族类 释迦牟尼佛就把自己的袈裟 给了那个龙王 所以你把那个袈裟的那个丝 把它一丝一丝的这个 把它抽出来 每一条龙给它一根这个袈裟的丝 就可以了 就挂在脖子上 就是结个结 那只要在龙的身上 有一根袈裟丝 就大鹏金翅鸟就 大鹏金翅鸟就没办法来吃龙了 那么但是大鹏金翅鸟 又跟释迦牟尼佛诉苦了 所以你现在救了龙 我们这一族会饿死 但你要救我们这一族啊 我们大鹏金翅鸟没东西吃啊 那释迦牟尼佛就说 从现在开始 我的弟子 中午上供的时候 就顺便呢 就给你们吃一点 就是七厘米就可以 变食嘛 变成很多很多的 食物呢 那就可以给大鹏金翅鸟吃 所以就念那个供养奏 给大鹏金翅鸟 所以大鹏金翅鸟也成为 这父法神 还有一种叫做鬼子母 什么叫鬼子母 鬼子母也是一种鬼啊 他有一千个儿子 一千个鬼子 所以他的一个母亲 有一千个儿子 都要吃东西 他专门去偷小孩子 给自己的儿子吃 鬼子母 他偷其他的 真正这些众生 这些人的孩子 给他的小孩子吃 那这个人就 小孩子被偷走了 被吃掉了 就哭啊 妈妈们就去求佛 说赶快救我们人类吧 释迦牟尼佛就说 就说好 我来想办法 释迦牟尼佛就把 鬼子母最小的 那个儿子 把他 拿走了 就放在自己的波里面 放在那边 就等这个妈妈 这个鬼子母来 这个鬼子母来了 听到他自己的儿子 在波里面哭 就要打开这个波 打不开 就把其他的 999个儿子 连同他自己 一起来 推这个 想打开 释迦牟尼佛的波 打不开 释迦牟尼佛说 你急什么 他说 我的儿子 在你的波里面 他出不来啊 那释迦牟尼佛说 你才一个儿子 在里面 有什么关系 你有一千个儿子 那释迦牟尼佛说 我一个儿子也不能离开的 那释迦牟尼佛说 用这个供养之后呢 让你们呢 能够有东西吃 所以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呢 就也拿一点吃的东西 变食啊 变了给这个什么 鬼子母吃 所以送这个上供的时候 就会说 大鹏金吃鸟嘛 旷野鬼神种 罗刹 罗刹也有的吃 鬼子母 甘露细充满 甘露是很好的 吃了长生不老的 就失食啊 这个叫失食 就不失这个食物呢 给什么罗刹啦 鬼子母啦 大鹏金吃鸟啦 这都是释迦牟尼佛 定下来的规矩 所以在供养的时候呢 他们也不至于挨饿 这些呢 也变成佛法的一个 复法神了 天龙八部中间 还有锦拿罗 锦拿罗也是一种 这个月神啊 这种月神呢 头上长了一个角的 所以也称为 疑神 疑神疑鬼啊 就是这个叫做 锦拿罗 还有最后一个叫 摩浩罗杰 摩浩罗杰呢 就是大蟒蛇啦 很粗的 在地上爬的 在这用腹啊 用这腹部在那边走路的 那么这摩浩罗杰呢 也是在佛的注释中的时候呢 皈依了三宝 也是佛教的一个复法 还有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为这么多 天龙八部来说法 因以天龙八部之身 说法者 观世音菩萨极限 天龙八部身而为说法 那还有人 以及非人等身得度者 集结献之而为说法 人呢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呢 有情众生 非人呢 就是一些畜生 畜生 这一切的 这个 众生呢 观世音菩萨 都能够 献出 他们的身份 形态 来为他们说法 让他们能够早日 正得 圣果 还有 因以植金刚神得度者 集现植金刚神而为说法 植金刚神是什么呢 这也有一个故事 就过去有一个转能圣王 我们知道转能圣王就是金龙王 他就是 同理四大洲的 东圣神洲 西牛鹤洲 南瞻部洲 北巨炉洲 四个洲都由他来统领 这个叫转能圣王 这个转能圣王呢 是过去的 他有一千个儿子 他也有一千个儿子 不是归字母 这是转能圣王 他有一千个儿子 这一千个儿子都精进行道 那个 你就会想说 怎么他可以生那么多儿子呢 一个太太怎么可以生那么多儿子呢 因为他寿命长啊 寿命长 所以就 就生了一千个儿子 那么过了很久很久呢 他又想娶太太了 就娶了第二个太太 娶了第二个太太 这个太太呢 只生两个儿子 所以大太太有一千个儿子 小太太呢 只有两个儿子 那大太太的这一千个儿子呢 都喜欢修行 一千个儿子都要修行 就是我们呢 将来都要修行成佛 我们不要做转能圣王 就要好好地修道吧 将来都做成佛 那成佛 随先成佛 随后成佛呢 依照我们的这个 排的顺序 就抽签 抽签看 抽第几 你就将来第几个成佛 那这一千个儿子中间呢 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他抽到第四个 他抽到第四个 所以释迦牟尼佛是 贤结的第四尊佛 那么这一千个 这个一千个兄弟呢 也就成为 这个贤结的千佛 贤结就是我们这个结 我们这个时代 那第四位是释迦牟尼佛 第五位就是 弥勒佛了 最后一尊就是 楼智佛 楼智佛就是 维托菩萨 那么那两个兄弟呢 还有小太太 小太太的那两个儿子呢 大儿子就说 你看我们一千个哥哥 他们都要成佛 那我也要发一个愿 我发这个愿呢 将来不认识哪个哥哥成佛 我都要第一个向他请法 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大儿子变成谁了 变成大犯天王了 大犯天王就是 只要有佛出事 他就 第一个来请法的 那这个弟弟呢 就是小太太的小儿子呢 他说 这一千个哥哥将来要成佛的 他们成佛以后啊 我都要 在他们的旁边守着 做他们的父法神 执金刚神 所以执金刚神呢 就是这个 小太太的老二 就是小儿子 说我要用金刚保储 来保护佛法 凡是有佛出事 不管我哪个哥哥成佛 我都要 扶持佛法 这个就是 这个执金刚神 所以这里呢 就讲到 这个执金刚神 因执金刚神 得度者 观世音普上呢 也就献一个执金刚神 来为他说法 那下面呢 是释迦牟尼佛 做一个总答 因以和圣得度者 极限和圣 而为说法 佛就说 无尽意 是观世音普上 成就如是功德 以种种形 由诸国度 度化众生 是故 如等应当 一心供养 观世音普上 是观世音普上 摩合沙 于部位 极难之中 能思无畏 事故 此说破世界 皆耗之为 思无为者 释迦牟尼佛就跟 无尽意普萨 继续说啊 观世音普萨是成就了 这样的功德 以各种不同的形 种种的形 什么形啊 这个辟之佛啊 身文啊 这个梵丸啊 帝世啊 还有居士长者啊 等等等等的形 以种种形 由诸国度 由在 菩萨由于必尽空 菩萨常常用由字 由是人间的由 他由于各个国度 由诸就是很多的国度 来度化众生的 观世音普萨以 种种不同的身份 形态 种种不同的这个相貌 来度化不同的众生 就是观基兜教啊 看他是 应该是用哪一种身份 来得度 就以哪一种身份 来度化他 世故如等 应当一心供养 观世音普萨 佛就跟无尽意普萨说 所以你们应该 一心供养 观世音普萨 菩萨也有大菩萨 小菩萨嘛 观世音普萨是大大菩萨 无尽意普萨还没有 观世音普萨那么大 所以我不是上次说 在地藏经里面 无尽意普萨是一个 是一位罗汉 地藏王菩萨当时是 观目女儿 还是一个 在家的女儿生 地藏王菩萨 后来居上了 现在他已经度了 很多的 这个 众生 成佛了 地藏王菩萨已经度了 很多人 他的弟子都成佛了 他都没成佛 所以地藏王菩萨的功德是 大到大到不得了的 但是当时在地藏经的时代 她是一个女生 光木女 所以不能够从一个相貌来 断言 他是怎么样 那每个人的修行不一样 是吧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 那个无尽意普萨已经是罗汉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跟观在 这《法化经》的时候呢 无尽意普萨已经是无尽 已经是一位普萨了 已经是无尽意普萨 但是他还没有观世音普萨这么大 观世音普萨是大普萨 那所以说 是观世音普萨 如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普萨 释迦牟尼佛教 无尽意普萨 你们都应该供养观世音普萨 是观世音普萨摩和尚 摩和尚就是大普萨 在不畏极难之中 在一个众生 在一个 在一个众生 危急有困难的时候 能够施无畏 观世音普萨能够 不施一个无畏 能给你一个 不恐惧不害怕 事故此说破世界 皆好之为 施无畏者 所以在这个说破世界 说破就是 堪忍的意思 在这个说破世界 这些众生都给 观世音普萨称呼 他为 施无畏者 观世音普萨 另外一个 就是大家 赞叹他的 众生 赞叹观世音普萨 是施无畏者 他能够给我们一个 不害怕 当我们害怕的时候 一念观世音普萨 就不害怕了 只有这个意思 无畏者 众宝珠英诺 价值百千两斤 而已与之 着誓言 仁者受此 法师 珍宝英诺 那无畏者 无畏者 就想了 我虽然是 菩萨了 但是 我应该 供养 观世音普萨 他的功德 这么大 我要培植 我的福报 所以我应该 供养 观世音普萨 所以 这个 无畏者 他要供养 观世音普萨的 原因呢 不是为了自己 他是为了 所有一切众生 代替众生 来供养 观世音普萨 代替众生 来得到 观世音普萨的 加持 所以 这里我们看到 无畏者 解了自己 把自己的 这个 颈子上面 脖子上面的 宝珠跟音乐 取下来 这还有 他的价值 百千两斤 这个大概是 就是 后人来 结集的时候 写上去的 表示 这个很值钱 其实 在 无畏者 以及观世音普萨 的眼中呢 没有这个 才师的 这个 观念 无畏者 就说 我现在供养 观世音普萨 把自己的 宝珠 阴落 阴落也是一种 宝物啊 中间是空的 外面呢 是 一个 宝物 加持 百千两斤 对 把这个 百千两斤的 阴落 宝珠 就 成供上去 给观世音普萨 说 人者 菩萨与菩萨 之间 彼此称呼 叫做 忍者 受此 法师 珍宝 阴落 这是一个 明明是一个 财师嘛 对吧 百千两斤的 阴落 跟珍宝 但是 无尽 菩萨说 请你 接受 这个 法师 请你 请你 接受 我的 法师 珍宝 阴落 所以 无尽 菩萨 虽然是 菩萨了 但是他还要 供养 观世音 菩萨 来 来 培植 自己的 福报 然后 他说 是 法师 因为 无尽 菩萨 他的心 是一片 真心 一片 赤诚 他没有想到 没有 并没有认为 这个 宝珠 一诺 是非常值钱的东西 他只是把 就是愿意把自己 最喜欢的东西 供养 观世音 不上 他认为 他完全是 为法 为众生 他心里 并没有一个 这个 值多少钱 这个观念 没有这个 财师的观念 所以是属于 法师 就是以心 应心 希望观世音 不上 能够接受到 他的供养 这个供养 不是用 钱财 来衡量的 使观世音 不上 不肯受止 观世音 不上心里 更加是没有一个 所谓的 能师 所师 或者能受 所受 三轮体空 观世音 不上 根本没有 这个 师跟受的 一个观念 所以在观世音 不上的 心里面是怎么样 你供养 你供养我 不供养我 是一样的 是平等的 这观世音 不上 是 就是 没有这个 就是三轮体空 没有所谓 能师 所师 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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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大菩萨 所以观世音 不上也 表现出自己的 这个风度 但 你还没共佛 你 当然不好 说 我马上就接受 那一直到 释迦 摩尼佛教 他接受 他才接受 所以观世音 不上不肯受止 无尽 不上就说 人者 名我等过 你要悲悯我们 要怜悯我们 我们这 云云众生 就是在苦难中间 受尽煎熬 那 您是一位大菩萨 你要悲悯我们 所以 我现在 供养 这个珍珠 音乐 不是为我自己 不是为我自己 求福 是为了 世众弟子 也是为了 这个法界的众生 我代表 一切众生 来供养你 所以 希望你 能够怜悯我们 接受 我的这个供养 耳师 福告 观世音菩萨 当名词 无尽一菩萨 即世众 天龙夜叉 前道婆 阿修罗 迦勒罗 锦拿罗 摩后罗前 人非人等故 受世音乐 那么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 就开口 一个要供养 一个不肯接受 那不是很尴尬吗 所以释迦牟尼佛 就出面了 释迦牟尼佛就 跟观世音菩萨说 你应当怜悯 这一位 无尽菩萨 以及世众 就避养佛 就避秋 避秋尼 幽婆社 幽婆怡 天龙 夜叉 前道婆 就月神 阿修罗 就是 这个 有称恨心的 加罗罗 大鹏青赤鸟 锦拿罗 就是 也是一种月神 摩后罗杰 就是大蟒蛇 人非人 你就 怜悯 这个 无尽菩萨 以及世众弟子 还有天龙八部 接受了 他的这个音乐吧 让他供养吧 他是出自一片真心的 是一种法的不思 所以你应该 不要拒绝他的好意 而是 观世音菩萨 敏诸世众 集于天龙 人非人等 授起音乐 分拙二份 一份奉 释迦牟尼佛 一份奉 多宝佛塔 无尽意 观世音菩萨 有如是 自在神力 由于 娑婆世界 这个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 怜悯 一切的 四众弟子 怜悯 四众弟子 以及天啊 人非人的 天龙这里 就包括天龙八部 还有人 以及非人 观世音菩萨就 接受了 无尽意菩萨的供养 观世音菩萨 接受了这个无尽意菩萨的 这个法师的音乐 把这一份 这个供养呢 分成两份 一份呢 观世音菩萨就 在供养 释迦牟尼佛 另外一份呢 就供养 这个多宝佛塔 大家不要忘记 多宝佛还在哦 他的那个宝塔 还在虚空中间 如日虚空柱 他那个宝塔还在 那多宝佛呢 也还在塔里面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 把另外一份呢 供养这一位 只要讲法华经 他就会出现的 一个宝塔 从地涌出宝塔 到虚空中间 然后呢 还会 赞叹这个 法华经 这个圆满 微妙 不可思议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 继续把他 这个供养给 释迦牟尼佛 以及多宝佛塔 释迦牟尼佛就说 无尽一菩萨呀 观世音菩萨有如是 自在神力 有如是 有这样子的 自在 你看 观自在菩萨 自在是一种解脱 自在是一个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的一个境界 由于 娑婆世界 观世音菩萨呢 是一种 自在的 神通的力量 自在的 智慧的力量 由于娑婆世界 就是 在娑婆世界 来度化众生 的意识 菩萨由于 必尽空 但由于 毕竟空呢 他还 度一切苦额 他还 度化一切众生的 苦难 那前面 这个 普明品 到这里来讲 这前面都叫 长行 就是 没拒 不拒自述的 把这个 整个事情 就是 乘数了 那下面呢 就为了要让这件事情 更清楚 就用 重送 重送呢 就是以 寄送的 方式 每一句 都有一定的 字数 每个 计呢 都有 多少句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再讲一次 那下面呢 就是 吴敬一菩萨 用 寄送 或者我们说 重送 再把 同样的事情 来做一个 陈述 尔思 吴敬一菩萨 以寄问月 四尊 妙相 据 我今 重问彼 佛子 和姻缘 名为 观世音 吴敬一菩萨 讲这个 寄送 一开始 就先 赞叹如来 赞叹 释迦牟尼佛 说 四尊 妙相 巨 就是他的 相貌 不可思议的 妙就是不可思议的 相貌 是巨竹的 这巨竹 这巨就是巨竹 巨竹什么 福慧 都巨竹了 福慧巨竹了 除了福慧巨竹之外呢 还有 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所以 四尊的这个 妙相呢 是巨竹的 我今天重问 我现在 重新 再问 问谁啊 问观世音菩萨的事情 笔就是指 观世音菩萨 佛子 和姻缘 名为观世音 这 除了佛以外 那菩萨呢 跟声文 都可以称为佛子 佛的弟子 就是观世音菩萨 佛子和姻缘 是以 怎么样的一种姻缘 名为观世音 他的名字 叫做观世音呢 所以这个 这个 无尽菩萨就用 祭宋呢 来做这样的一种 请示 那这里呢 我们查到说 这个 这个 鸠木罗斯大师 鸠木罗斯大师 翻译法华经的时候呢 并没有翻译 这一个 祭宋 就是 普门品里面 没有这个 祭宋 所以这个 祭宋是后来 有一位法师 加上去的 但是呢 这一个 祭宋呢 跟前面的 长行呢 内容是 非常相似的 所以就放在 后面 四尊妙相聚 四尊的相貌 最圆满 有三四二相 八十随行好 那 吴静音菩萨说 我重新的问一下 观世音菩萨的事情 佛者和姻缘 这位 观世音菩萨 他是以 什么样的姻缘呢 称为观世音菩萨 下面就再看 具足 妙相尊 祭达 无尽意 如天观音行 善应 诸方所 红世 深入海 历劫 不失意 世多千亿佛 发大 清净愿 这里就解释了 释迦牟尼佛 就向 吴静音菩萨 解释 具足就是 没有欠缺的 福慧 具足 福跟慧都具足 而且还有 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不可思议的 这妙相 具足这个妙相 尊呢 是指这个至尊 四尊 就是具足一切 微妙相貌的 世尊 以祭送 来回答 吴静音菩萨 如听观音行 你听听看 观世音菩萨的 所行所为 观世音菩萨的 行仪 善应 诸方所 善就是善于 应就是回应 诸就是各种 方就是 不同的 这个方所 什么叫方所呢 指的就是 像前面的三十二印 三十二印 这个不同的 这个身份 地位 智慧 这个 圣果 的圣人 不同的 不同的圣人呢 观世音菩萨以 不同的身份 来做一个答应 如果是 应应当以 佛 身得度 就献佛身 应以 披子佛身 就以 披子佛身 来度他 应以 生文身 得度呢 就献 生文身 应以 饭丸身 第十身 都以不同的 这个 身份呢 来 来 度化他 所以 应以 合身 得度者 极限 合身 二位 说法 这就是 诸方 所 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 场所 不同的 身份 不同的 这个 根系 来度化 红室 身如海 就 观世音 菩萨的 寺院 是很 深的 不可测 深如 大海一样 历劫 不思议 经过很多 无数的 劫 是不可思议的 世多 千亿佛 观世音 菩萨 曾经 奉世 千亿 可能还不止 一千亿 的佛 发大 清静 愿 曾经 发下 很大的 清静的 一个 愿力 就 观世音 有不同的 愿力 就是 能够 观基 都教 因不同的人 来说 不同的法 所以 你要 度人 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 懂得 世间法 各种 不同的人 需要 不同的法 去度化他 所以 如果说 作为一个法师 你要教化人的时候 你要依照 这个佛教的 人际关系 来度化他 佛教的人际关系 是什么呢 就是 世色法 不思爱与 同事 立行 所谓 同事呢 就是 你要度什么人 你就要站在 他的立场 来度化他 就是 以他的立场 说他的话 这样子才能够 度化他 所以 这个叫做 这个就是 善应诸方所 红世 深入海 历劫 不思议 世多千亿佛 发大 清净愿 观世音笔上 曾经发下 很大的 清净的愿 然后呢 以善巧 方便 来度化 众生 我未如 若略说 文明极见 神心念 不空过 能灭 诸有苦 这个清净 这两个字 清净的意思 就是没有 执着分别的意思 我未如 略说 释迦牟尼佛 跟 这个 无尽 菩萨说 我是 略略的 简单的 跟你说一下 观世音笔上 他的度化众生 文明极见 神 你能够听到 观世音笔上的名字 还不是简单的事 你一定要有善根 才能够听到 观世音笔上的名字 没有善根的人呢 连观世音笔上的名字 都听不到的 不要说见身 见身不一定是 见到观世音笔上的 这一个真身 你见到观世音笔上的像 就算是泥树木雕 或者是用金银铜贴席 所铸造出来的 观世音笔上的形象 也等于见到观世音笔上 就看你自己的心 就是你的心认为 它是真的 它就是真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你假设说到 那个庙里面的大殿 大雄宝殿去 在大雄宝殿里面 真的要亲身的 这个 讲话 不要太 嚣张 忘记 自己在哪里 因为你 那看到的泥树木雕 它就象征 你心里的佛 你就把 心里的佛 把它换出来 因为你见到 泥树木雕的佛像 这泥树木雕的佛像 你就被感动了 然后你的心呢 也随着它 来产生变化 你的心就是跟佛呢 是一个了 佛里面也有你 你里面也有佛 是这样子的一种感应 这个 文明及见身 听到观世音笔上的名字 以及见到观世音笔上的 形象 心念不空过 不要把时间呢 就是空空的 白白的呢 就是浪费了 尽到妄想 不好好用功 心里呢 念着观世音笔上的名字 就不会 白白的 把这个时间呢 浪费 能灭 朱有苦 你念观世音笔上的名字呢 能够 消灭 朱有苦呢 朱有就是 山有 主要是 山有 就欲界有 色界有 跟无色界有 山有 也可以说是 三界 二十五有 也有二十五有 那二十五有呢 我们可以去 查一下 那个 佛学的大词典 就有 所谓 四周 四二处 四周就是 东圣神周 西牛赫周 南战部周 北巨卢周 四二去 就是地狱恶鬼 畜生 跟阿修罗 六欲 并梵天 六欲就是六欲天 以及梵天 四禅四空处 无想 五那 寒 这个诗字 这能灭 朱有苦 假设说 文明 极见深 心念 不空过 你能够 常常念 观世音笔上的圣号 那么呢 就能够 灭除 这个 三苦 三 三有苦 或者是 二十五有苦 就这个意思 好 我们今天到这里 请大家合掌回向 文法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义诸有情 术网无量光佛操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瑞波罗蜜 摩赫波瑞波罗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